火车呼啸而过 一年一度的春运来了 长沙火车站广场挤满了人 车站的灯火彻夜通明 来来往往的人 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赶车回家 在行似匆匆的人群中 却还是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无家可归 打算在火车站过年 在人行天桥上 这位穿着病号服的男子 跪在栏杆边 他双眼通红 满眼泪水 面前的地上 铺着一张写着求助的纸和一个纸盒 纸上写着 自己身患肺癌 积蓄全无 想求好心人给他钱 让他回家看望年迈的奶奶 每当好心人施舍善意 他都会朝他们磕几个头 表示感谢 但镜头一转 刚刚穿着病号服流泪乞讨的男子 一下子变成穿着整齐 叼着烟数钱的样子 他说 他不偷不抢 因为害怕被拘留或者坐牢 所以宁愿讨饭 他的病号服 是从别的流浪汉那里借来的 装上病号服 更容易博取别人的同情 这会儿 他又换了一个人行天桥 继续乞讨 他跪在地上 一边流泪 一边说 想要回家过年 不少善良的人都会停下脚步 往纸箱里丢钱 围观的人中 有人认出了这个熟悉的面孔 开始指责他的有手有脚 却依然跪地乞讨的行为 但他却理直气壮 说 只要有两百块 他就可以买票回家了 然后 数了数纸盒里的钱 已经有两百多了 于是 拿着纸盒起身 一蹶一拐地离开了 那张写着求助的纸 从人行天桥上飘下去 被路过的汽车 无情地碾压 那张纸上 写满了谎言 乞讨的目的达成 就不需要他了 男子在离开的路上 看到了同样乞讨的老人家 他还停下来 往慈悲里放了几张纸 他会施舍给同样没有钱的人 让他不要喝酒 拿钱去吃饭 那个流浪汉 从他这里得到了好处 又来问他要钱了 他也很大方地再次给了钱 乞讨完毕之后 他就去买了个行李袋 准备回家了 临走之前 他把病号符还给流浪汉 还给了对方租借病号符的钱 说自己过了年再来 他去小卖部买了一瓶五块钱的酒 但他只给了四块钱就离开了 一边走一边说 自己是萧花子 买好了酒 他就去警察局 准备补办身份证明 他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叫萧良忠 今年三十二岁 是湖南省淮华市 新田县三井乡三下村人 警察按照他所说的姓名和地址 来回查了几遍 都没有找到这个人 但他却说 去年明明在宾州 还可以打出身份证明 怎么到了长沙就不行了呢 没有身份证明 他就没法找工作 更没办法买票回家过年了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 他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里睡满了流浪汉 他一边喝酒 一边劝说自己的朋友 不要天天喝酒 他想把对方当作结拜兄弟 但对方似乎并不这么想 于是 他就走到了一旁 独自喝起酒爱 后来 他和人发生争执 被殴打在地 之后 他就搬离了火车站 找了一个廉价出租房居住 很快就要过年了 火车站的人越来越多 63岁的邓一乡 正准备去补办身份证 他是长沙本地人 丈夫早逝 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都对他不管不过 儿子又坐牢了 他去补办身份证 就是为了可以申请地保 他身上只有一百多块钱 也没有住的地方 他打算拿到地保之后 租一个小房子 等儿子出狱 流浪汉就睡在火车站附近 因为是冬天 到了晚上 天气更冷了 有志愿者带着棉被和饺子 来看望他们 这个老人家叫做刘昌 吉林人 今年已经80岁了 他说他去过很多地方 都没有见过哪个地方 小年夜还给他们送饺子 就连北京都没有 长沙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城市 志愿者离开之后 流浪汉正在清理露面 这个戴着白色棒球帽的男子 三点钟就起来捡废品了 他说没有办法 为了生活 但一大堆废品只卖了八块钱 还不够吃一顿饭 天慢慢亮了起来 路边有人正在聊天 说又有两个流浪汉饿死了 他们没地方吃饭 很多饭店都关门了 想解剩下的饭菜都没地方解 一旁的邓银箱 正在用装在纸盒里的小锅热饭 他对这样的消息也习以为常了 毕竟都是流浪的人 能吃上一口饭 安慰的活过一天都不容易 其实这热饭他平时也舍不得吃 毕竟熬过年了 给自己吃点好的 别的流浪汉问邓银箱 吃饭的钱是哪里来的 邓银箱说 都是捡瓶子换来的钱 就算是过得很困难 但看到没钱吃饭的流浪汉 邓银箱还是好心 递上玉米给别人 也有公益组织问过邓银箱 愿不愿意去疗养院 那里免费提供吃住 总比现在风餐露宿要好一点 但邓银箱并不愿意去 他的女儿都出嫁了 对他不管不顾 但女儿明明知道他在火车站 却从来没有看过他 小女儿直接不接他的电话 邓银箱却不愿自己的女儿 就连生病 他也没有联系过自己的女儿 都是儿子在照顾他 但现在儿子也去坐牢了 他只能住在火车站 他还说 自己之所以不愿意去疗养院 是因为他之前信养过耶稣 现在又信佛教 他不习惯被施舍 也不愿意去救助站 因为救助站是个不能久住的地方 他说 等儿子出狱后 他就不再流浪 和儿子好好过日子 他还有多久才能出来呢 没盼回不知道 我说儿子 你在里面一定要好好 坚强 好坚强 我爸爸在外面等你 希望你少点出来 跟我儿子说 二三 放肩下 拖着火车去 妈妈 我会 消失几天的销量中 又回到了火车站 这一次 他不打算乞讨 他找到了别的赚钱方式 就是拿着财神爷的画像 到商户半年 快过年了 商户为了能有个好彩头 一般都会给一些钱 他兴高采烈的和流浪汉朋友 分享自己找到的赚钱方法 但邓银桑却说 这都是骗钱的 完全就是额钱 但销量中 用完了上次 跪地乞讨的钱 现在根本没钱花 只好拜托财神爷了 很快就到了除夕夜 外面锣鼓炫天 鞭炮奇想 家家户户吃着团圆饭 喜迎新年 火车站也一杆往日的 拥挤与忙碌 广场上只有零星的几个人 睡在火车站的流浪汉们 也在过着自己的春节 这位穿着军大衣的老哥 一边喝酒 一边手舞足蹈 过了一会儿 又点了几根烟 做起了叩拜的姿势 大概也是在做新年的乞讨吧 乞讨完 他又和酒友干杯庆祝 两个人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跳舞 即使他们无家可归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庆祝了新年 新年开始倒计时 终生一响 2013年正式过去了 热闹好像都是属于有家的人 和流浪的人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与社会脱轨 在没有人关注到的角落里 独自生活着 流浪汉们 有的早早的睡下了 有的还在抽烟 夜晚就这样慢慢过去了 天很快就亮了 萧良忠一大早就出发了 他拿着财神爷四处半年 这个带着红色围巾的女子 把财神爷还给萧良忠 说自己不是老板娘 只是打工的 没钱给她 萧良忠又来到一家干洗店 老板娘很快就给了她五块钱 很快 萧良忠就得出了半年经验 半年要挑店面好一点的 毕竟到了初二 半年就不容易了 很快 他就讨到了30块钱 无论是乞讨 还是上门讨钱 萧良忠都觉得 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 他还说 他在乞讨的同时 还帮助了其他的流浪汉 没有钱 没有出路 他就只能出来讨钱了 萧良忠说 他确实想要回家过年 但因为没有钱 没面子 所以才不回去的 之前打工的时候 老板娘给了她700块钱 但她觉得远远不够 万一年半的奶奶去世了 她根本没有钱打点 当有人问她 面子重要 还是奶奶的最后一面重要时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 奶奶重要 她还说 去过一次救助站 虽然有地方住 有饭吃 还给她衣服穿 但救助站有200多个人 不可能每个人都照顾到 有的人一提到救助站 就很抗拒 根本不愿意去 除非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捡粪便 填饱肚子 她才可能会去救助站 这大概也是 那么多流浪汉 宁愿露宿街头 也不愿去救助站的原因了吧 有些洗的没办法了 讲分子了 她才去的 然而 半年讨到的钱 根本没有跪地乞讨 来得多 很快 萧良忠又借来了 病号服 开始乞讨 她顺利讨到了36块钱 她给流浪汉 买了盒饭 表示感谢 她说 想继续借用病号服 她还要换个地方 继续乞讨 旁边正在打扑克的流浪汉 听不下去了 问她好好的 为什么要乞讨 但萧良忠却理智气壮地说 能讨到钱也是本事 邓一香更是忍不住 大声斥责她 明明有手有脚 为什么不好好挣钱 非要靠伸手乞讨 明明有钱租房子 却说没钱回家 嘴里说着要回去看奶奶 每次都在欺骗自己 萧良忠或许是明白了 自己的过错 带着哭腔说 自己心里过不去 还向邓一香鞠躬道歉 今年80岁的刘昌 是东北人 老伴早逝 家里有一儿一女 和邓一香被迫流浪不同 刘昌不喜欢待在家里 觉得在外面快活 住在家里和在笼子里一样 她喜欢外面自由的世界 每个月女儿给她1500 儿子给她2000多 大年初三这天 她来到救助站 想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给她一张回东北的车票 但因为她是从福利院出来的 还是年满80的孤寡老人 不在去救助站的救助范围之内 需要到市救助站去 那里还会有工作人员送她回家 刘昌当然不想白来一趟 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给她提供帮助 给她写个指引条 并说明来回的车费 也可以找市救助站 看到自己的要求 无法被满足 刘昌开始破口大骂 还把工作人员 给她的指引条撕掉了 大喊着 只是要一张车票 后来又向低要求说 买到武昌的车票就可以了 最后 还是救助站站长出面 给她买了到武昌的车票 她说 到了武昌 她在找亲戚帮忙 临走之前 还为救助站要了好几包泡面 拿到救助站给了车票后 她转头就去火车站退票了 拿着退票的钱 和她的流浪汉朋友们 一起吃饭喝酒 对于刘昌这样的做法 救助站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 社会上好意勿劳的人 还有很多 狡猾的人就会钻 线下宽松的救助政策的空子 但由于刘昌年纪很大了 站长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是这样 白白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现在 别说是像刘昌这样的老人了 还有很多像肖良中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好吃懒做 好意勿劳 不愿意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 去创造幸福 只知道钻政策的空子 靠着没有尊严的乞讨生活 时间很快来到了大年出发 很多商户都开了门 他们放着鞭炮 喜迎新年 肖良中想到 商户们都吐个新年大吉大利 于是就上门半年了 老板们图个新年的彩头 大都给了钱 新年假期很快就要结束 肖良中也开始收拾自己 他准备放弃乞讨生活 打算开始打工赚钱 他还打电话给了以前的老板 想要继续在他那里干活 电话里的人 问他有没有戒酒 看得出来 他因为嗜酒 丢了很多工作 后来 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搬运工的工作 一个月2200元 他年纪也不小了 也想成家立业了 这次 看样子是真的要洗心革面了 邓一香也拿到了自己补办的身份证 他终于可以申请低保了 生活也开始有了保障 但火车站 还是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这个男人刚到火车站 就被骗了很多钱 加上自己离了婚 一无所有 现在只能睡在街头 这个戴眼镜的中年大叔 卖了房子 送儿子出国读书 如今流落街头 也不敢告诉儿子 这位孤寡老人说 在外面摔倒了还有人服 在家里死了都没人知道 像这样无家可归的人 还有很多很多 编程是陈一县导演的作品 当时的他 还是一名西南大学文学院的大三学生 纪录片的主创人员 和火车站的流浪人员 朝夕相处了一个月 他们记录了流浪者的真实生活状态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浪人员的真实生活 2013年春运 长沙火车站共发送旅客1485.8万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 有近30名流浪汉 只留在长沙火车站过年 在春运期间 火车站见着了许多人回家时的激动心情 但在这背后 还有很多不起眼的社会底层人民 他们都在和悲惨的命运做抗争 萧良中虽然一直干着讹人的事 但他不偷不抢 也不违法乱计 欺骗的都是别人的善良 邓一厂看不起萧良中骗人的勾当 但他一手养大的两个女儿 六亲不认 善良的儿子还蹲了金鱼 60多了还无家可归 只能靠捡瓶子生活 80岁的流浪老人刘昌 明明每个月都有儿女寄来的钱 但他还是要去救助站骗车票 倒卖赚钱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路 都是社会底层的可怜人 但老话说得好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萧良中嗜酒成性 好吃懒做 好意勿劳 邓一厂交出的女儿 六亲不认 儿子还违法乱计 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80岁的刘昌 钻救济政策的空子 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 底层人民的心酸背后 值得反思的问题还有很多 这里是普通人实录 记录普通人不普通的生活 感谢你的关注